上公,上公,不捨得是,不是,這個還特別,我還有特別的 欸,真的耶,那你有嗎? 上公,我沒有 誰講的,哪一個 那應該問他說,合作的項目是什麼,然後怎麼合作,我不曉得 我至少沒有接到消息 合作是這樣,很多項目都可以合作 其實後來我看一看,他們那個居住正義有沒有,一些房屋稅的主張 我看一看,跟我們的想法蠻接近的,所以 我倒覺得這樣,合作,我們活在世界上也不可能 不可能每一件事情,意見都相同 但是倒過來也不可能每一件事情,意見都相同 所以有時候意見相同的可以合作,這也蠻正常的 那你以前說這個屯房稅,還是說你可以表態是要這樣嗎? 好啦,屯房稅還是,我覺得是這樣啦 我們還是,台北市政府還是會送個議案到議會去嘛 我們市政府目前在討論,是不是恢復那個1.5%一年嘛 因為上一次在議會把它延長到三年 那我們自己看起來說,可以賣出去的大概一年就應該要賣出去 如果一年以上還沒賣出去 是不是還視為說未出售的商品,這個就有意見 可是事實上你以前合作的話,跟綠營也合作過 那後來是分手破局了 那白綠合作破局,會不會讓你以後跟實在力量合作也重到戶車有這個陰影? 就是白綠合作破局,我倒是這樣啦 你破局也不是全破對不對 所以在綠營裡面,我還是很多好朋友啊 有些綠營要選立委的,我們也是表達支持啊 所以我倒覺得是這樣啦,慢慢的在這個世界上,不要那種叫一刀切啦 就是,這個世界不是兩元的世界 就是說,兩極兩元的世界 有時候慢慢的讓台灣成為一個多元開放的社會 這也是我們的目標嘛 所以你說合作,我說好,看合作有什麼項目 生活在台灣社會的人,我敢說絕對在97%左右是所謂的台灣派 就是台灣主體、台灣優先這些人 所以老實講喔,這種去分什麼中國派、台灣派 坦白講我是覺得,這次還是意識形態的操弄 就是我們最近常在講說,販賣芒果乾那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像林輝帆那個花言,就是典型的這種扣帽子 市長一罐這種拿藍綠統獨在做選舉操縱的,這是最典型的例子 市長怎麼看卓榮泰說,武敦自己排在這個部分區是厚臉的意思? 你看喔,我都忍住不受,社會會有評論 但是又何必,有時候是這樣啦,其他黨的事你又何必講得這麼 要是我的話就是笑一笑,忍住就過去了 所以意思是說中國派管太多嗎? 不是說管太多啦,社會自己會有評論嘛,你何必去講那麼多幹什麼? 我只能不著這樣,武敦 verme,進排在下 有時候在甲府之間的 Au Cire subt 三岸